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通风的本质是飘零代谢异常导致了血尿酸升高所引发的疾病 伴随着血尿酸浓度不断上升 血尿酸最终会形成尿酸炎结晶 在人体的关节以及肾脏等等部位沉积积聚起来 引起炎症反应 那一旦发生通风,后果远远不只是疼痛 长期的痛风可能会导致痛风性关节炎,引发功能障碍 而尿酸性肾病还有肾结石呢,更是威胁到肾功能 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发生尿毒症 那其实痛风呢,最怕这三点 第一就是高飘零饮食 血尿酸来自于飘零,但是外源性的飘零其实都是吃下去的 虽然它们只占人体内总尿酸的20%左右 但是由于是相对容易控制的部分 所以依然非常关键 那处于事业的高峰时期 像社交应酬呀,包括在外聚餐都变得多了 尤其是血尿酸高的人群要特别当心 要坚持避开高飘零饮食 第二呢,就是高糖饮食 高糖食品和饮料虽然从飘零角度来讲 几乎是不足为虑的 但是呢,近年来的研究却提示了 高糖同样具有惊人的提升血尿酸水平的效果 当糖分摄入都越多 尿酸水平就越高 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机制 虽然目前不是很明确 但却已经让我们引以为戒 提醒自己 日常生活中要减少高糖食品 尤其是含有大量高果糖浆的碳酸饮料和一些果汁类的软饮料的摄入了 那么第二就是饮酒过量 那青岛式的痛风发病率其实是高居全国榜首的 其中呢,成年男性的痛风发病率高达2.2% 远高于全国的0.96% 其中原因之一呢,是青岛是靠海的,盛产海鲜 而且青岛男性呢,特别喜爱啤酒加海鲜 大快多余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过程中 会升高血乳酸浓度 而后者呢,会抑制肾脏的尿酸排泄 那得了痛风呢 做好这两点,可以慢慢的摆脱疼痛 首先呢,就是要大幅度的提高 你的日常饮水量 我们以每次少量 多次饮用为最合适的 不要等到了口渴再饮水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但是也要注意方法 第一就是要喝纯水 而不是软饮料或者咖啡这些饮料 第二就是,我们在睡觉前 不要喝太多水 以免在睡眠过程中增加肾脏的负担 那其次呢,就是要坚持适度的运动 运动呢,同样也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也可以预防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 另外一大风险因素 就是肥胖 所以我们要再次重申 要管住嘴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